凌凌老师 很多观众朋友 可能跟来宾一样 就是容易开店遇到前观 所以有没有什么风水 或小秘法可以 让我们这个办公室 或者店面 可以顺利聚财 发大财 现在年底了嘛 对不对 还有不到三个月 就要过年了 是 观众朋友 如果你在2018年之前 如果财运不好 利用在这个年底的时候 我们还是 好好的做摆正布局 对 利用风水 我们摆正布局 让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 能够踩远滚滚 在要介绍这个小秘法之前 老师在这里收集了 我们的风水格局里面 我们常常会碰到 也会看到不好的 而且是一个 造成我们居家也好 或店面也好 会有漏彩的这个格局 第一个呢 就是 路冲 跟庙上 路冲 要冲的话 这个是只有 什么会很好 就是 警察局啊 越冲 就官越高嘛 那如果 庙的话呢 是越冲越旺 但是如果居家 跟店面的话 那就不行了 这个是大凶方 因为路冲 你可能会觉得说 来来往往的人多 人潮很多 我生意也很好 我跟你讲 那就完蛋了 因为呢 路冲的店 或者路冲的家 这个很容易 你看冲就是增值 很容易有一些纷争 很容易有一些是非 那么这些就会引起 你这个店呢 不安宁 那就大破财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介绍一个 就是妙杀 基本上会影响到什么 思维乱掉 会杂乱 然后有可能会忧郁症 就是会忧郁症幻想 所以妙杀很容易造成 如果是店家里面的员工 可能互相猜忌 对 那如果是居家里面的人 可能就是幻想症了 第二个呢 就是如果你的办公桌 就是说你的座位 是后面是靠门 大门 如果你的办公座位呢 是后面是窗户的话 那我们通常在讲 风水隔级里面 后要有靠 好 如果后面呢 是大门 大门通常都是我们进出 不管杂气也好 好的气也好 都是从这里进出 所以呢 你很容易会被干扰 你在考虑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有可能呢 就会 这个我们讲说 你在执行一件事情 这个就判断错误了 那如果你的背后呢 是这个我们讲的窗户 空荡荡的 后没有靠 不好意思 那个财神也很难眷顾到你 为什么 因为你后面没有靠山 你没有靠对财神也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我们讲说 没有跟财神也 那个背靠背的话 基本上财神也很难眷顾你 所以你的金钱 通常都是财来财去的 好 第三个格局呢 不好的格局是什么 开门见扇 好 这个扇字就是 那个餐桌啦 厨房啦 厨房在我们家叫做什么 那个是财库 如果一进门 我看到财库 那个叫什么 财露白了 说你来借钱啦 你来借钱 你来借钱 你就会常常会被人家借钱 因为你的财库破了 第四个呢 我们看一看 不好的呢 就是一个一片墙 你家里如果一片墙里面 有两个窗户 就在一片墙上面 或者有两个门 同时在一片墙上面 你看过去会像一个什么字 哭 对 那个家里面的人 是不是每一个人 就是哭上的脸 那个负面能量很强 这个很容易 家里的这个 尤其男孩子会影响到 这个很容易呢 让他们就是 伸手跟爸爸妈妈要 不做事了 啃老竹了 对 啃老竹 对 你们可能就要问老师了 老师 我要怎么去避开 大家看一下 我有带一下一个 有一次口 你这个几百两 好 第一个呢 一定要找葫芦的金色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招财嘛 金生水 这样子呢 这个葫芦的这个 我们讲口小度大 它才能够这个吸金 对 吸金金生水 这个财才会生生不息 好 再来第二个 你有没有看到 上面有两个神兽 这个是神兽 会咬钱的神兽会有两种 一个叫做皮修 在这边 好 这边这个叫金蚕蜀 很可爱 有看到 它咬的钱 小小的钱 对 这个暗财明财 我们都要给它咬进来 开店的人呢 也要有神兽 能够去外面 招你的客人进来 那么居家的话呢 我们就是暗财明财都要赚 好不好 受到神兽的护佑 再来呢 就是看到 葫芦上面 你们可以去 你可以去串那个铜板 就是你的铜钱 也可以把它 系在那个葫芦的腰间 代表着什么 钱 小钱变大钱 大钱再变 就是钱都会连接连接的来 一年十二个月 你天天都赚钱 真的就一串 对 那金币就串了一串 好 再来还有一个 这个我们是要来招财 对不对 好 这葫芦它会吸这个煞气 我们上面一定要有一个符字 要不然我们就把它抬一个符 好 我们贴上一个符字 为什么 因为它会吸收煞气 对 那么我们把这个煞变什么 转为福财 让我们的整个这个葫芦呢 能够招财的能量放大 好 因为2019年呢 这个年叫做 这个我们讲说几亥年 大土 这个小土 那个小土大水 拌在一起会变成什么 小土 小的沙子 跟很多的水拌在一起 会变成烂泥巴 步步维艰啊 明年我们走在烂泥巴里面 是不是很辛苦 好 那我们为了要让我们招财 我们这个风水招财 又能够化煞的这样的一个金葫芦呢 能够更完整 我们就要有一个如意 这个就是如意的底座 让明年2019年呢 所有的观众朋友 能够这个残眼国鬼以外 还可以心想事成 好不好 嗯 嗯